乳鱼 聽說這個蠔煎是來到湖花園 這裡是必吃的美食 他們有一個很特別的叫做蝦鮮 讓你們慢慢弄來煎 它的大蝦真的不是開玩笑 是很大隻的 推薦這個 蝦鮮的蝦鮮真的很美味 都可以選擇吃綠綠 最少吃4年了 很多人都沒吃吃 就是應有煎肉 住在檳城 品嘗美食 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很多傳承了多年的美食 就藏在社區的小販中心裡面 很香 在這裡 食當老闆和客人是朋友 除了說品嘗好滋味 也可以體驗 韓後的市井人情味 可以看到 當當都很想吃 當當都看上去很好吃 這一集 帶你去遊客都未必知道的 在矮拔甲湖花園小販中心 聽說這裡是很多 檳城人吃了很多年的老味道 而且當當都是美食 檳城最美味的蠔煎之一 就是這裡 一切來感受 到地的檳城楼邊美食風情 都是檳城的糯麵 它的汁是很濃稠的 你可以看到它的福建蝦麵 材料是很多 很濃稠 為什麼會長太紅 蘇達燒紅 蘇達燒紅 太謙虛了 回到家就很慘了 回到家就很慘了 很慘 很慘 什麼是水鬼 水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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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付也可以 深呼 海外 凡城的埃爾丹 是我很喜歡來的地方 哪個王 每次由結樂紫 或是星期三的方向來 都會經過 張蘭埃寶爹 我發現 路邊有一條美食街 高屏滿座 非常熱厚 我很好奇 這裡只是普通社區 路邊攤位生意 为何会这么好 这里肯定有道地的美食 嗨 大家好 今天来的是 宾诚艾谷五花圆的美食鸡 我相信我们的宾诚 最高的美食鸡的美食鸡 听过这里有50名的美食鸡 虽然不是很大 但是有很多美食 今天就带大家看看 这里有什么美食 多年历史了是吗 几十年了 胡蒜野这一树 50年历史的美食鸡 它们有梅梅 这是经济美食鸡 艾伯爹湖花圆 美食中心的规模 就不算大了 但是槟城最有代表性的美食 几乎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我观察到有很多客人 都是用福建画来点餐的 老板和客人之间 就比较有默契 那这里给我的感觉 是比较道地的一个美食中心 你看到银啊 水龟 这里有什么特别啊 芋头糕 芋头糕还有什么 芋头糕 水龟 芋头糕 芋头糕 还有猪肠粉是吗 你们猪肠粉有什么不一样 这边点的 脚 每一样都一点吧 就比较好吃是吗 哇 看这样子很好吃哦 短短的美食鸡 但是选择真是很多的哦 你这一档是咖喱棉 都可以选择加料的哦 好 咖喱棉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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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都是卖很多年的 这里啊 我 我不把手放在这里 30多40年了 我看来的人都是本地人比较多 都附近的 拍一下你的果条汤 所以这里你也是第二代啊 你的有那个葱 画到很美啊 第二代哦 这里每一档都很有历史哦 看起来 果条汤吸到鱼丸 尝尝一下 尝尝 尝尝 你可以在这里来点餐的人 都是说福建话的 我觉得应该是住在附近的 熟客 他们住在附近的宾夕人 你们来这里吃 我觉得这个是很能代表 很道地的宾夕美食的一个美食街 闻吞面 鱼丸汤 这个是买羊豆腐的哦 各种各样的 羊豆腐的美食啊 那你可以点这个 胡头饭 这个也是 在坟城北马区呢 很流行的一道食法 在这么多档美食之中 我最想找的就是这里历史最悠久 最出名的蠔煎档口啊 那说到蠔煎 这里来自福建的大众美食 它的做法 看上来好像很简单 但是就需要真功夫了 淀粉面糊的份量 炒蛋的火候 落后的时间都要把握好 炒到金黄酥脆 吃上来 外软外脆 一点都不简单的 哇 你看看这个蠔煎 哇 烟火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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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胡花圆这个美食家 这个必食的一个美食就是蠔煎 今天我试的是蝦煎 先跟着吃给大家看一下 蝦煎是13-16-20元 蝦煎是13-16元 一样的价钱 那蝦煎的李老板也很风趣 我就说想访问一下他们 他们说不想太好 他们真的好像很多奔承 小贩一样 比较低调 只想做好自己的生意服务 的熟客 他们也担心生意太好 兼顾你 能买很多年的是吗 可以访问一下吗 没有空调 哈哈哈哈 不想太红是吗 哈哈哈哈 为什么不想太红 苏大刀 苏大刀 太谦虚了 回到家就严谤了 回到家就严谤了 哈哈哈 严谤 哦是哦 现在要炒到十点没有平 是哦 全部要看熟哦 手力要够好哦 哦 好 这个就是我的虾鲜 如果你坐比较远 就要自己拿到你的位置 哇 热热热 你看这个埋相 都觉得是很美味 对于不喜欢吃蠔的人来说 也可以点这一碟虾鲜 这个虾鲜比较少 在其他小贩中心看到 可以来这里叫虾鲜 它的大虾真的不是开玩笑 是很大只的 你看看 嗯 我说我寄过来 应该是有一 二 三 四 五只大虾 十三元这一碟 在这个胡花圆的这个 美食街 我觉得是必试的美食 哇 好大只的 你可以看 好大只的 好大只 点辣椒 好鲜 一口鲜 一口鲜 嗯 你试过虾鲜 可以来试一下这里的虾鲜 哇 它的调味是刚刚好的 它虾鲜好新鲜 还有它的蠔酸的比例 蛋和那个 酱的比例 我觉得是刚刚好 是不会太油膩 太油膩 所以它的味道是急得是刚刚好的 嗯 推荐大家来到这个 阿波爹的胡花圆美食街 一定要来点这个虾鲜 真的很好吃啊 现在要回去拿我的 炒贵鲜 因为我的时间到了 现在是炒贵鲜 拿这个 这架鲜 你正如拿回你的炒贵鲜 好 到了 多少钱 七块 来 七块一碟的炒贵鲜 我觉得算是很便宜 听说有些地方 已经买到九块十块 开的了 谢谢 嗯 好 哎呦 这个就是我的炒贵鲜 这个就是我的炒贵鲜 有些地方如果你坐得比较远 你就需要自己去拿 如果这个炒贵鲜生意太好 它就会给你一个鸡 你响的时候 就说你的食物准备好了 这个就是炒贵鲜 好 这一碟就是炒贵鲜 7块一碟 看来它的份量也不少 那为什么要炒贵鲜 好 这个就是它的炒贵鲜 你可以看到这一碟 份量也不少 是7块 我觉得应该给一些游客 去炒贵鲜 这个价格稍微低一点 我认为吃一碟是9块 这个 这个胡花圆的美食鲜 7块 先试一口 嗯 好吃 好吃 但是一口就觉得 够火厚 连手丝也有的 这个是不辣酱炸鸡 不辣酱炸鸡 看起来真的很香脆很口 我试试看 这个是不辣酱炸鸡 不辣酱炸鸡 0块 这个肉很软 很新鲜 这个炸鸡是值得一点 嗯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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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的美食实在太多了 建议大家都可以和家人 朋友一起来 就可以点多点美食 一起来分享 这是槟城的拌面 哇 这个汁是很浓稠的 吉成餐室 听说这里早试有卖 现在这个就是椰丝 哎 竟然有美国人妈妈 美国人真的属于是马里餐 吉林餐 印度人 鱼头 鱼头 你们也可以坐在茶室里吃 这个是 哇 终于看到 阿森勒沙 泰国勒沙 这是泰国勒沙 哇 看一下 我要买完了 哇 生意很好啊 你们还好 吃哦 我下次来吃 因为觉得吃太饱了 哈哈 哈哈 阿森里吃辣沙 也可以来到这一档 是要买阿森勒沙 和这个 鲜勒沙 你可以看它的配料 是差不多 但是 不同之处就是它的汤 它都快要埋完 我觉得应该味道也很好 好 吃饱了 在这条街上 走了一两轮 发觉还有很多 美食都还没有机会点 包括这一档 云吞面 看老板 录面的手势 就很有经验 应该味道也很好吃 这一档就是猪肠粥 鸡粥 鱼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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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得很西门 新加坡薄饼 新加坡薄饼 好漂亮 鱼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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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叫什么 我来文 阿蓬德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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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蒋德洛 椰犬 是坐在上海灘 整條街 整條街 充滿了 不知如何說 那些 美食街的那種 那種熱帶的氣氛 那這條美食街 很特別的地方 不單只有華人的美食 這感覺也有印度飯 看上來也有印度飯 很吸引 面長聞到很多香味 亦有印度饭、洛迪萨拉 我觉得有很多种食物的选择 这一档就是洛迪萨拉 很特别 属于华人多的美食店 竟然可以找到 马里档或马里人买的洛迪萨拉 很有本地特色 三大民族的美食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没得白也有 真是一个很多元文霸的美食街 走到靠近友站的尽头 还有一档美食 很多人来到这里都会吃 就是宾华鹿鹿 这个美食街很有名的 就是宾华鹿鹿 我觉得是挺受欢迎的 一个类似小火锅的美食 你会看到很多人 特意来这里吃鹿鹿的 听说他们的价钱很合理 所以很多人都选择来这里吃鹿鹿 如果大家有兴趣 都可以来到这里 你可以看到他们的材料 是很丰富的 很丰富的 那鲁鹿在广东话的意思就是鹿 就是将一串一串的食材 在热水中鹿熟 吃多少串就计多少钱 真的有些像平民火锅 这样 你可以看到有角色的选择 一串一串 好像吃鹿鹿 它的酱汁也很特别 德式的酱汁 听说这个鹿鹿的价钱很合理 所以很多人专程来这里吃鹿鹿的 如果是吃少的 就像这个 阿哥一串一串站在这里吃 如果是喜欢一家大小的 或是入会 都可以坐在桌上吃 你看看 很热闹 那种气氛 这里为什么有马来人也有 印度人也有 华人也有 很多人还做的那个感觉 这个厨是林冠营的厨 林冠营的厨 所以它全部东西有 哦 早上也很热闹 早上也是有浪狗 早上有巴萨那边 后面 后面啊 后面有巴萨 所以早上也是有什么东西吃 没有 有东西吃 我这里13年了 这里13年了 之前你们在哪里呢 兵华学校前面 所以叫兵华乐乐 现在会搬去那个 Platikus Massa 对对 那边也是你们的 这边也是我妈妈 这边也是我妈妈 这边是Platikus的分行 分行啦 怪不得我看得很熟悉 这边是Platikus Massa那边 哦 Platikus的夜市也是有啦 嗯 这里就是你卖啦 我是雇这里 哦 你是雇这里哦 所以你们都是乐乐四家 都是做乐乐几十年的 你可以根据这个签的颜色 你看到是多少钱啦 好像黄色的 就是混合白钱 好了 那我现在就要选我自己喜欢的啦 我就比较喜欢吃这个 魷魚翁菜 所以我是选择 吃这个魷魚翁菜 我最喜欢的 每次来到如果是吃六龙 我一定会叫这个魷魚翁菜 你是烧到 烧熟开 你就可以放上自己喜欢的酱 好了 那就好了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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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绿好呢 他们就可以帮你 sauce sauce 都是自己帮你要吃的sauce 那我的sauce 是我要这个 和这个 啦 分华绿绿啊 牛鱼翁菜 大路边的夜灯下 街头美食虽然没有高级餐厅的精致 看上来都没有那么维生 但是它就是本地人生活中 不可以缺少的存在 奔承美食 食出的是百种的好滋味 品尝的是平凡枝足的人生 一边是大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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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奔承 其实你可以看到 大部分煮食的老板 都是本地人 有些可能做开一代又一代 这里其实 州政府是不给外奴来煮食的 所以可以保持到 街边美食的水平水准 你可以看到 其实大部分老板 都是本地人 他都是 印度咖喱汁 哇 厌常闻闻到 都买到七七八八的了 好 今天的美食之行 我觉得很容易 而且有很多美食 我仍然没有吃到 所以也是给一个机会 赐助来 这个大布基胡花园 的美食仔囊 哦 完美地结出 今天的晚餐 真的吃了很久 由天 吃到天色暗了 要的好多东西要跟大家分享 真的很好吃哦 叔叔 你很多年的功力哦 现在你没有炒了 孩子等下给他炒 七十岁啊 听说你是这里的元老级的老板哦 你在这边摆最久的 四十年是吗 嗯 八十年到现在 八十五年 八十五年 差不多也要三四十年哦 哦 他们跟我讲嘛 他说你要找你找他 你找找你就是了 你你贵姓啊老板 嗯 嗯 李先生哦 李家的这个 猴奸 他说他不想太出名 大家不要来啊 哈哈 大家不要来 哈哈哈哈 不要太出名 太出名 我们冰城人吃不到哦 哈哈哈 我怕以后我要排队 才能够吃到你们的下节 你们的下节 真的很好吃哦 很香哦 好了 那就结束今天的美食之行 好满意了 我觉得我下次也会再来 因为他的美食真的太多 而且当当都是 我觉得都是 老字好 嗯 当当你都会觉得他的水平呢 都是 好 好 就是说他的水平是很中常的 你不会觉得会失望 那每一档是有一定的水平 是很多本地人都会来的 一条美食街了 好 现在就结束了 今天的美食下次再来吧 我也是 我也是 是 很喜欢的 abe cursive 可以参与鸡蛋糕 一块 鸡蛋糕 一块 鸡蛋糕 是雞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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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做了 我再做了